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出现尿贫、尿急、尿痛、尿不出等情况 用气药、消炎治疗却没疗效 那是没找到病因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前列腺炎的四大高明治法 可以补肾、健脾、疏肝、沥湿、除热 横扫、尿贫、尿急、尿痛等一切前列腺问题 前列腺问题在中医上属于拢毙的范畴 多为肾虚所致 但不单单是肾虚 在肾虚的基础上还会夹杂着湿热、脾虚以及干瘀等情况 所以单纯补肾消炎是不行的 我们需找到病因综合条理才能取得好的疗效 那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种情况以及对应用药 第一种 如果你憋不住尿 小便刺鼠瓶 感觉小便尿不完 总低裤子上 晚上起叶增多 平时总是腰酸腿软 头晕眼花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还怕冷 欲望明显减退 总在早上拉肚子 那就是肾羊虚 不能顾涉尿液所致 那需要不用肾羊的幼龟丸 搭配一个顾经缩尿的缩全丸治疗 这样搭配幼龟丸大不肾羊 田经指仪是治本 缩尿丸 顾液肝肾 顾涉尿液治标 第二种 如果你小便频繁 但每次只尿一点 并且排尿费劲 尿道又热又痛 同时大腿根部湿热 潮湿 大便不成形 总觉得口苦发黏 眼睛干涩 发红 出现头晕 耳鸣 身体两侧 脏痛 腰酸 腿软等情况 那就是肾阴虚的同时 肝胆湿热了 需要用滋阴 补肾的六位 滋滑丸 搭配趋湿除热的 龙胆蟹肝丸来治疗 这样既能通小便 不伤肾阴 一补一泻 标本兼制 第三种 如果你尿皮尿急 但尿不出来 或者尿量少 排尿费劲 并且小腹 坠胀难受 同时精神差 总犯困 感觉腰酸 腿软 四肢无力 不想动 不想吃饭 并且大便膝 经常拉肚子 早起 脸色还会水肿 那就是肾阳虚的同时 匹阳虚了 需要用补肾阳的 金贵肾气丸 搭配 补中益气丸来治疗 一个补肾 一个补脾气 匹肾双补 第四种 如果你排尿时 很费劲 甚至尿不出来 同时觉得 腰气酸软无力 口干舌燥 生活中 总是控住不住 想发火 一点小事就会生气 感觉胸奔 心情烦躁 动不动就会长叹气 或者大咳 那就是肾阴虚的同时 干预了 需要用补肾阴的 直播地方丸 搭配一个 疏肝里气的柴壶 疏肝丸来治疗 既能疏肝阴 又能滋肾阴 以上就是前列腺疾病的 四种情况 大家用药前 需要搞清楚自身情况 否则不要盲目用药 这个话题 我认识了